朋友您好,今天是2021年9月8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如今,很多人认为幸福是和金钱划等号的 其实不然,这世间有很多东西是买不到的 幸福也是如此 幸福两个字呢,作为人世间最美好的词语之一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幸福 但不同的人呢,对幸福却有着不同的理解 对小孩子来说,每天能够无忧无虑的玩耍,那就是幸福 对于农民来说呢,农厅里的庄稼能够有好的收成 家人能够健康生活,那就是幸福 对于学生来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去到自己喜欢的城市,这也是幸福 白岩松曾在节目主持中学问过旁人,何为幸福 得到的结果呢,大都是模糊的 很多人甚至忘记了幸福是什么滋味 在一次节目中,白岩松曾针对这些问题发出过自己的疑问 为什么我们就不幸福了呢? 相信每个人在童年的时候都有着梦想 这些梦想呢,绝对不是拥有一套房子或者一辆车 在小时候和小伙伴们一起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候 会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呢,由于没有经济来源 只能将这份喜欢埋在心中 那个时候,很多孩子都会期盼自己早点长大 那样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小孩子们的心中,能够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最大的幸福 而想要实现这个目标,自己就要赶快长大 但很多人呢,或许并没有发现 在他们退去智能迎来成熟的时候 嘴角的笑容也在不断的减少 小时候,自己喜欢的东西早已有了足够的钱可以买 但却没有了兴趣 大多数人呢,在身体成长的同时 那种简单的幸福也早已烟消云散 留下的只有未来惨淡的人生 诚然,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大多数本应拥有幸福生活的人们 却不知为什么,不仅没有如此 反而失去了以往的幸福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不得不说,儿时的时光还算是无忧无虑的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幸福 随着时代的进步,移住着工厂拔地而起 老板为了工厂能够正常运营 大多呢,会到农村进行招聘宣传 而去工厂打工挣的钱也往往要比在家里 种地挣的钱更多 随着孩子在一天天的长大 家里用钱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多 村里的乡亲们也开始陆续的走出了村子 坐上了前往城市的大坝 在工厂里面上班 虽然不需要在时刻关注着天气的变化 但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 下次再见到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 就会是过年的那几天 但为了挣到更多的钱 帮助家里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他们只能如此 很多在家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孩子 会抱怨为什么父母不在身边 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为了他们 父母才会选择远走他乡 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工厂的运营模式 为了能够给工人更多的收益 工人们大都采取三班倒的工作模式 再加上工厂里面的压力气氛 和父母心中对孩子的想念 又怎会感到幸福呢 除了这些在外打工的人 当今社会的年轻人们 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那些压力来自于各个方面 在不知不觉中 生活的重担就压到了他们的肩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行各业都发展到了趋近于饱和的程度 大学生的身份早已不再是铁饭碗 毕业季失业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相信很多年轻人对接下来讲述的一幕幕 并不陌生 这些场景也是很多人最难忘的经历 美好的大学时光转瞬即逝 手中拿着的毕业证也提醒你 已经不再是学生了 为了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坐火车 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搬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之后 拿着父母给的生活费 找到了一家收费比较低的旅馆 虽然环境不好 但好在算是安定了下来 将行李放到房间之后 开始在各个大招聘网站上找工作 也成功的接到了几家公司的面试邀请 但等参加完面试之后才发现 这些公司要么是去销售岗位 要么就是打着招聘的幌子 去和他们合作的培训公司培训 在多次失败之后 不再自民不凡了 我们不断的降低自己的要求 就在即将把父母给的生活费 消耗殆尽的时候 终于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虽然待遇和工资都达不到 曾经的希望的标准 实习生的工作并不轻松 我们感觉仿佛自己是公司里面的最低层 所有的杂活都需要去做 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 但没有办法 身上剩下的生活费只够吃饭的了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不愿意再给他们要钱 为此只能住在八人间的宿舍 好在 凭借着出色的表现 度过了实习期 保住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就在想要松一口气的时候 才发现 目前的工资只能够满足基本开销 远远达不到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为此我们拼命努力 每天都主动申请加班 希望能够借此得到老板的赏识 尽快的得到提板 几年之后呢 我们的工资已经是实习期的几倍了 在父母的劝说下 拿着几年攒的钱 和父母资助的钱 买了一套房 付了首付 这就意味着每个月都要还一笔不小的房贷 等到这个时候 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因为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彼时的我们已经有了牵挂 为了保证能够每个月按时还上房贷 只能每天认真的工作 参加各种的应酬 好在 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有了在这座城市立足的资本 但巨大的生活压力 早已让我们忘记了曾经在大学时 幻想着的美好的生活 但我们不后悔 因为成功熬过来了 虽然也同时失去了很多的快乐 这便是当今时代的生活压力 无论是各个层面 都在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压力 为了减轻这种压力呢 只能片刻不停的向前奔跑 正是时刻承担着种种压力 使得许多人渐渐忘记了 什么才是幸福 不仅如此 生活中出了这些压力 无穷无尽的欲望 也同时在摧残着心中的幸福感 所谓知足者常乐 这句话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意思就是说 知道满足的人往往都是快乐的 道理大家都明白 但在当今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 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做到 知足者常乐呢 欲望体现在各个方面 我们有了自己的车 却依旧想要配置更高的 有了自己的房子呢 却依旧想要更大的 这些都是欲望 而这些欲望呢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没有止境 配置更高的车 在不断的研发 公寓上面还有楼房 楼房上面还有别墅 面对生活中的这些诱惑 想要改变现状 拥有更好的生活 是可以理解的 但却要学会在追求更好的生活中 保持着大脑中的那一份亲密 无止境的欲望 就如同一条没有尽头的跑道 学不会制定目标 就必将失去原本更多 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其中呢 就包括幸福感 面对生活中的压力 我们要学会怎样去正确的减轻压力 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 是人之常情 但在追求的同时呢 一定要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紧绷着的心弦 松弛下来的事情 对于外出打工的人来说 最牵挂的便是老人和孩子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交给老人怎样使用视频通话功能 每当闲暇的时候 就可以和家里通过视频电话 让孩子们感受到 尽管不能守候在他们的身边 却依旧牵挂着他们 在每天认真工作的同时 要反复问自己的内心 自己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拥有一套房子 是一种心理上的寄托 绝对不能将其视作为心中的枷锁 再闲暇至于 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打打篮球 玩玩游戏 学会释放心中的压力 往往呢 要比逃避压力更为有效 面对每个人心中不同的欲望 最好的解决方法 便是正视自己内心的欲望 欲望两个字 虽然听起来有些可怕 但实际上呢 并不是 在任何人的心中都存在着欲望 哪怕是出家之人 也同样如此 内心存在着欲望 是在所难免的事 我们呢 要做的是合理的管控心中的欲望 只有能够控制心中的欲望 才能够将其演变成支持我们前进的动力 守护住满足欲望带来的幸福 对于不同的人群 幸福两个字 有着不同的定义 无论是经历大起大炉的成功人士 还在正处于即将踏入社会的年轻人 皆是如此 只有学会的释放心中压抑已久的压力 拥有了一定管理欲望的自控力 才能够发现生活中 也偶尔掩藏着一些小小的幸福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下期视频